Minecraft測試 第一次 好 那今天我就不測試這麼多次了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在此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沒有聲音對吧 對 因為上次拍影片 把那件音效關掉了 所以說 聲音就不見了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意義的事情 我們準備回到最初的起點 挑戰一下過去的喜瓦島 回到過去拯救一些我們曾經的遺憾 好那我現在先把聲音打開來 音效選項 我還以為突然間內閣了 把聲音調小聲一點好了 確定 好那這樣應該是有一點聲音了 那今天我們要挑戰過去的喜瓦島 剛才我已經稍微的把倉庫整理一下了 那現在就是把該吞的先吞一吞吧 那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登錄禮送的是 經貨 百分之百經貨禮包 我很興奮的就打開來了 結果呢也很幸運的給我拿到了 最沒有用的 智慧經貨 來個體質或來個敏捷都比智慧好 好那沒關係 終究還是buff 吃下去 那我們就先 前往吧 好我記得這邊的沒什麼前置任務吧 我記得這個村長 來個小男孩什麼鬼的 這個前置任務不是太多 村長 喜瓦島的危機 擊敗夫咕嚕咕嚕 我還確定這邊有個任務 對這邊有個任務 那這就是 今天這個副本的兩個前置任務 好啦就先這樣吧 那我們今天呢就 暗部就慢慢打進去吧 在這張地圖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喜瓦島之前過去的樣子 那其實喜瓦島真的是 所有經驗讓玩家最最最最最最初的起點 街上每個人在這邊都會有一絲絲的懷念的 倒是我好奇一件事情 我們守備隊長呢 守備隊長不是應該在這邊打嗎 結果現在不見了 看來是躲去藏起來了 我其實有在思考說看能不能直接衝過去啊 後來想想看算了吧 慢慢打進去好了 我們這個人從來都不跑快速的 我們就慢慢跑就好了 雖然說是慢慢跑就好 可是我還是覺得有點buff的話 可以稍微一口氣拖一點來打 好 過去的喜瓦島難度是比回音生動簡單很多的 所以說我們應該是不會打得太痛苦 的吧 其實我也發現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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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了 雖然說打得不會太痛苦 但是我們還是有扣血呢 奇怪 我明記的這個簡單很多的 他有什麼debuff嗎 衰弱 可是固定扣八十血 應該不會扣太多了 我們就過來這邊 拖過來一起打 就是技能放一下 再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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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想到為什麼了 我是不是忘了開一下buff了呢 有得開就開一開 非洲小孩想開沒得開 基本上來講呢 有點buff就開一開啦 不然 留著也沒什麼用 衝過去 衝過去 那基本上呢 西蛙島 一切都是那麼的熟悉 但卻被一群哥布林給佔領了 實在是令人有點 哎呀 感慨啊 不過說實在的 比起故事劇情 我還是更愛 回音煽動的 畢竟過去的西蛙島 好像也沒有特別交代說 什麼劇情啊 感覺是回到過去而已 就是你觸摸了時空羅牌 然後你回到了過去 欸不對啊 他在幹嘛 你卡在這裡幹什麼啊 真的是喔 那你有很多人疑惑說為什麼 今天又是用花束點了吧 主要是因為呢 阿兜 我的手實在是 不是太方便 按鍵盤 等一下有開啟精靈學園了 也許改天可以拍一集來玩玩看精靈學園 精靈學園我好久沒玩了 要求我 你還叫衝過來 嚇死我了 衝過來嚇我一跳啊 這是 我來看一下 應該是不大會死吧 是我太久沒打過去西蛙島嗎 我的晚上他打得有點痛 這罐還沒喝喝一下 欸奇怪 我剛才是有沒有用 真下十千啊 我有沒有用十千啊 其實我真的覺得S級槍花拳沒什麼用 超戰空間的垃圾 喔有用了 我們等一下再走這邊回來就好了 現在其實不用打他們吧 打死咕嚕咕嚕之後 任務應該解掉一個了吧 對 再回去找他吧 我因為我已經忘記了這個任務要怎麼跑了 所以說我們就先 打完一個解一個打完一個解一個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好像這些垃圾的直接先丟一丟 果真還好沒有充太快 充太快 充太快等一下我們就措施這個任務了 將軍艦 43這個倒是可以拆啊 啊這47的拿了好久 哪有幾人呢 46等了 也是好久 打完他之後我記得要打魚人老大嗎 瀑布下的銀子 擊敗魚人小老大 在這裡 我想起來了等一下不能衝啊 等一下果凍兔會暈眩這太恐怖了 格布林還好處理果凍兔都不好處理啊 果凍兔會暈眩就很討人厭了 看起來人畜無害的果凍兔 結果卻是會暈眩人的討厭鬼 我記得我之前好像有一次為了打果 為了想說速刷一波 那個等級還比較低一點 好像就48吧我記得 然後後來之後就很帥氣的想說來快跑一波 結果被果凍兔圍毆到死掉 夠尷尬吧 其實絕對不能小看這些可愛的果凍兔 他們可是會在緊急的時候才會害你一把的 沒關係啊 我們從來不是什麼技術台啊 要求什麼速刷啦 快速打啦 什麼這些 我們從來都不是要求這些 欸 巴阿瑪不在這裡嗎 巴阿瑪在半山腰 我想起來了 有來了 暈眩 最討厭的暈眩來了 暈眩真的是個很討人厭的debuff啊 真的是 那我走過來這邊到底有什麼意義存在咧 真的是齁 我都覺得應該可以稍微練個等之類的 當初四季等的時候來 那現在來可能就不是那麼的好了 唉呀 又暈了 不知道這邊有什麼什麼抗暈裝之類的 我到底想搞一個抗暈裝來的 換個暈眩下我在太討人厭了 快跑到我們可愛的魚人小鬼的位置 我以為我的魚腦袋太大隻了 還在路中間 嚇死誰啊 好啦 我們就先東西加一加 然後直接衝過去吧 射他快點 過來 過來過來叫你過來過來 過來呀 就叫你過來 你還這個 過來就是一陣亂 一陣亂人就對了 反正不怕啦 他也打得不痛 其實蠻痛的 好啦 沒有到非常痛 可是有點痛 畢竟說是在過去洗花島的任務難度 真的會沒有那麼恐怖啦 所以跑果凍樹那條路的時候 真的是跑人厭的要死 不過反正沒差最後回報任務的時候 跑外圍打落跑些就好了 不一定要跑果凍樹那條回來 之前不知道我都乖乖地跑落跑樹那條 跑跑果凍樹那條 不知道跑樹 跑果凍樹那條 結果後來才發現 唉呀 不用跑那條就好了 我跑那條到底要幹什麼呢 這是 好我們成功的打死了 漁人小老大 那我記得這個任務 就是直接到這回報就好了 這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點 那我記得在這裡 跑上去找巴倫 巴倫呢 這是一個少數不用清怪的部分 反正一路往前跑就對了 那我記得這些漁人小鬼讓打了 好像沒什麼附加效果吧 這是可以快速跑的 不過為了避免意外翻車 我們還是到一定期間的時候 就先打一下吧 我覺得 畢竟我真的也忘記了 這些漁人小鬼 會打從debug 怎麼掉一堆大塊肉 我打人還不痛 打人還蠻痛的 喔不是 降生命上限 難怪感覺很痛 飛龍之力怎麼獲得啊 我有點忘記了 飛龍之力怎麼獲得呢 我還真的忘了 其實這邊就有經驗值了 我得到能量匯聚的情況 我打從 背包空間不足 那是果凍兔硬幣啊 快啊 背包空間不足 丟什麼掉 大塊肉再見 我得到是果凍兔硬幣 我脫離能量匯聚的效果 我得到能量匯聚 能量匯聚效果是什么 我忘记能量匯聚效果是什么了,不用自己到底什么 这关是要托五只一起打啦,我想起来 那要累积五成嘛,就托五只一起打,简单嘛 托五只应该是不会到太困难吧,后面几只啊,三只 好,就跑到中间来一起打就好了 那这些讨人的东西托到一起,托到一起扛住一波,扛住一波之后呢,技能丢一丢 OK,果真就是这样子 轻松愉快 花鼠怪被人溜了一下 死者头颅丢掉 哇,这要超微轻一下 这个丢掉 这个丢掉 好,多奇怪,还有什么呢 还有神佑的斗士披风,哎呀 降低所有伤害1% 最近感觉可以穿一下 我们都要下去再看吧 我们把绿装丢掉好了,绿装拆也没东西 哎呦,这两栋 绿装丢掉 等一下,这才是 друз可以不开流亡 雷呀 还算了,这要是这没有 好,算了~! 不知道塑料号 好贵 被招出来的古代巨人 機具人 我忘記魔力魔力介紹怎麼那個 好這個也 不動要塞披風感覺很帥 那個戒指 大招馬的戒指不會是這個吧 不是紅寶石戒指 那個戒指該不會是從巨人身上吧 我真的忘記太久太久 這太久沒有玩這個遊戲真的忘了說他們什麼東西 難怪我之前會直接就很快速把解完了 哎呀在這有點 真的是回憶啊 滿滿地回憶怎麼總是如此的傷痛呢 哎呀 哎呀 少了一堆的debuff 果然好打很多 懷運三中真正的難點主要就在那一大堆的debuff 當debuff結束之後呢一切都好打 那我們就 一樣把怪輕輕吧 直接怪真是 不痛可是很煩啊 好啦古代巨人巴倫 當初新手倒最大的boss也是現在最強的boss 不過雖然說是最強的boss呢依然只是 小菜一點 欸什麼技能 哇擦 現在每隻boss都自帶乏力效果的對呀 那刻死物攻角啊 好暈一下 暈一下就可以輸出一波 暈一下就可以輸出一波對沒錯 完蛋了 buff放出來了 可惜的是呢竟然沒有 順利把他丟掉 丟到技能 OK 輕鬆送他一波 讓他再見回家 就忘記戒指到底什麼戒指 是 那個小男孩給紅寶石戒指 是嗎 我這邊有褲達 好了我們就 挑戰一下經營大暴走啊 我是記得很難打 因為那隻褲達真的是哎呀 抓狂的褲達打人有過痛 等一下 我還要讓我解釋呀 給村長 我記得這紅 戒指好像要給 爸爸嘛然後給我一個錘子吧 好像是這樣吧我記得 那麼就等下再跑來看看吧 拿那個戒指都帶回來看一下 前面快衝過去打褲沒 我們可以讓外面這條路回去 這樣可以 逼過果凍圖那段 果凍圖那段其實是 真的就是我覺得這關最難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快跑的話 那如果你是那種一隻一隻關門打人的話呢其實那一段就好跑 比你一定會打完再上來吧 然後這邊不能老跑就是膽小些 家老跑些 這邊都沒有什麼太討厭的地霸不得可以直接衝過去就好了 這邊的怪氣就是 打你痛了點跟吸你的水而已 我就可以在外面一圈 可到最後我就會上不去吧好像 對 上岸 擊敗爆軸的庫眉庫眉在哪裡 又在這邊 然後看到一隻在頭頂 對就在那裡 好像這幾圖被打掉 才會在那邊 討人厭 這怪也真多 喔唷唷唷唷 這怪也太多了 不是啦大哥 我們來一群 來一群幹什麼 不是啦大哥 你們讓我讓我跑一下 庫眉剛才就差點靠近我了 嚇死我了 那大家可能覺得庫眉好打 可是庫眉對我來說 一樣有不好的回憶 我也被他幹掉我好幾次 現在是發狂 什麼就是萬全準備就再衝一波 爆軸的庫眉 我這覺得你也是很難打的一隻啊 我要用超強的debuff 超強的buff 我其實忘記他打什麼 這個他也是乏力 乏力的好處就是 至少還能回血 那暈眩是真的連回血都沒機會 那其實我真的覺得有個很好笑一點 林安平我上面這些都是buff技能 為什麼也算 武功技能 我這打得蠻痛的 他還會暈眩嗎 要求我 這不得了這不得了 我都說這次很討厭 好啦快點啦你能討人厭呢 我們還是要喝一下精華藥水 不然我換等一下我就翻車了 我們拍影片目必講說 盡量不翻車啊 能不翻車就不翻車 真的翻車我也沒辦法 盡量不要翻車就不要 能不要翻車就不要翻車啦 不然的話 痛苦啊 那我覺得可能藥水要再喝一下 我怎麼又暈了 大哥快 好像靠黃水跟 特效洪水的在撐啊 嗯 不是特效洪水 精華洪水喔 當初我花錢買這洪水也花了不少 像說很多人都推薦我不買 可是我真的覺得 對於一個通常都是單刷的人來說 不買那個實在是有點 說不過去啊 他對他的法力真的很討厭 一下法力一下暈眩 好啦不是啊 我輸出一波了吧 你要搶著打我怎麼打 那個洪水因為你喝掉多少罐了 你會考慮一下嗎 我先把打暈 我覺得把衝一波跟地洞波的一定要先丟啊 然後血不夠就喝不要 不要太小氣 這小氣會死人的 看到血不夠就就就就就喝了對 好的庫達任務我大概就今天解一次給大家看而已 之後我刷除非我高等之後自己來刷這個活動啦 就是要刷那些絆裝之類的 可是基本上我是盡量避免跟他接觸 而且在整個副本劇情也跟他無關 他一起後來加入來 我看看最原版的劇情是沒有複打了 你沒有複美的 按錯掉我們要按一記的 打死他 挑戰最後不喝洪水 我們讓洪水剩120關 OK終於幹死他了 夭壽 這真的是 你有事沒事拿一支這麼大支的帳啊 你又不分給我 好了我們就可以這樣可以換一下那個 福袋 順便解一下成就成就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現在這時候我們就是福袋看看開出什麼東西來吧 啊拜託 給我來個永久的裝扮吧 我不要財寶財寶這是我覺得最沒用的東西 什麼藥水那些也不要 攻擊卷也不要 防禦卷也不要 就是給我來個半裝吧 永久半裝啊 啊我來 哎呀只能說 那現在我這邊拿到藍水了 我拿洪水好了 這拿洪水補一下 那我要把戒指還給爸爸媽拿一下他的辦妝吧 我覺得 我忘記是這樣解 我記得好像可以拿一個錘子 我們自己職業的不動要塞披風 就這樣吧 好是不是拿一個稱號那再來就是要跑回去 跑一半三腰了 二十五分鐘其實應該也算速刷吧 我覺得不會算太慢吧 這時間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他自己其他人可不可以接受我就不知道 比較一下那兩件不動要塞披風跟那個哪一個好用吧 好這邊真的走不動 還沒想要看那邊拖雞摸狗一下同邊繞過去 還是要繞上來 那這個就 這個討伐令呢只能接到56等 所以說 現在已經55等快到56等了 頂多就再刷一場而已啊 那其實我自己也知道啦 那個無課的裝備真的是不大型 我自己也感覺到我的防禦的不足了 用了這麼強大的buff 結果 不對吧 斧頭長歪啦 你攻擊不多長一點 長力量12點 我都覺得沒什麼差 全部分配到攻擊 我還比較舒服一點 好我們終於快到了 那個跑速慢的缺點 有拍賣場的信件 看來是有什麼東西賣掉了 或什麼東西沒賣掉了 那這邊因為不會掉什麼聲望 所以我是沒有特別說想在這邊刷了 但是這個如果是視頻我可能還覺得好一點 這次龍龍的螃蟹窮追不捨 遺失的戒指 對沒錯可以拿到一個狼牙棒 說實在我個人覺得狼牙棒比那個戒指好了 戒指我才是覺得 普普通通而已啊 所以通常我都會選擇來換這隻狼牙棒 還是要看得帥一點吧對吧 你看拿一隻帥帥的狼牙棒 好啦拿回我的剪刀好了 主要是可以放收藏 就是為了這個而已 其他都沒什麼味了 很多東西我都還不知道是怎麼樣拿到的 沒關係 我們知道就盡量拿不知道就算了吧 做人就在這麼的隨性 太認真不是有不會有什麼好事的 他在就在跑去吧 其他人狼村戰場我玩了這麼久我還真的沒進去過 我蠻好奇裡面在玩什麼 只是我感覺進去的話應該是被虐假的所以我一直不敢進去 我們看一下吧 什麼人狼村呢 一分鐘討論時間 還無法使用物品所以說這個大家玩什麼 我怎麼好像有點另類的狼人殺的感覺啊 也不是另外一個狼人殺跟狼人殺又不大一樣 簡單說就是 用特定技能攻擊箱子拿buff用buff打人嗎 好熟悉的活動流程喔 但我還真的忘了什麼活動啊 跑了那麼久我們終於快跑到了 不得不說這個活動真是跑得好累啊 這副本做得太長了 我就是第一次跑會這麼累啊 之後就不會了 那如果你在打完魚人老大的時候先回來回報小男孩 再去找88馬那樣也比較不會那麼累 好我們準備回去囉 想要回到原來的世界 OK我們成功回來了拿著回報一下吧 其實我來打這個很大一個重點的時候要開那個 狂風略斬強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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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順便拿著稱號 脫龍的壽命使者我覺得蠻弱了吧 對啊增加傷害扣那個的 還不如拿著精靈史還好一點 他這家房加產必須防禦的 員工命中加1力量加1 好啦反正 應該會繼續用四個成熟的心靈史啊 那我當然知道很多的時候天之殺戮啊 為什麼不拿天之殺戮呢 現在大家就要打完手打到打到後面了 天之殺戮是很好拿到的一個稱號 問題就是 我絕對不會說我是真的忘記天之殺戮在哪一層拿了 這忘記要怎麼加 這一次沒什麼人要耶加魔防不好嗎 防禦加799 這家非常多 好啦現在沒有人要我們就再擺一下吧 我跟人家賣多少好了 我從50塊擺到150都沒有要 賣100喔 好啦 那我再賣回巴士好了我最初是賣50 都沒有要 好我們再比較一下吧 這個是神佑的鬥士披風 所有傷害- 1% 9567 差一點防禦跟一點魔防力量16體質20 力量9 我好的力量跟體質超多 可是他加2%閃避距他沒有加他加400生命跟50能量 感覺這一件就是很明顯是要讓你 衝 三圍了吧 就主要幫你撐那個血量什麼之類的快能不能收藏 不能 這樣的話我覺得 還是這一件好了我覺得 因為我看到他力量跟體質加好多 我就有加血 可這個真降低受傷害1% 我們來看一下好力量力量是加什麼 還要不到 攻擊力跟盾牌格擋的傷害值啊那體質 生命力跟防禦能力 20的體質不知道可不可以等於 1%的傷害 1%的傷害呀 1%的傷害呀 sechs 好了我決定 來改下 接種 20 可以 55 披風 我些用什麼了 這個 這個聖殿武師 好像不會跟我的差太多 而且他是毒害 我覺得毒害的沒什麼用啊 被攻擊是5% 機會讓敵方陷入劇毒 5% 反正奔馳我還覺得好一點 那個5%我還真的不知道要幹嘛用 那個5%5跟那個不一樣的 那這幾個屏風 四十七等吧 我來看看四十七等不能賣吧 反擊的龍皮披風 沒有人賣那麼在我賣多少錢啊 其實我在找那個高等那個就服務的接摩都不用 找了很久的找不到 那既然這一件我覺得降傷還可以賣個50塊應該不為過吧 對於想要的人來說這都是便宜的 那對於絕對不是很想要的人來說都是貴的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希望開到那個什麼 血腥殘殺戰斧 有了就是那個什麼 承賽之強披風或狂風獵斬 化石第一 強化石第一階 來吧 拜託狂風獵斬 強化石第一階啊 開在我最不想要的頭盔耶 野獸之海 說真的我真的寧願穿套裝 我真的寧願穿套裝 我套裝的素質還是好一點 信箱常常會有 我再賣掉了 我再戒指賣超久 你可以回家了 你可以回家了回家不能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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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猜吧我看你怎麼會猜的 這件31的拆掉吧 我對31的拆掉就好了 他拆了也沒意思 我就等就太高了 拆要拆到什麼時候 我覺得我們讓另外再拆好了 這次經典的花了很多錢的一隻啊 好那麼 東西放一放來做個結尾吧 等我跑一下 跑起來那最近我都沒什麼在充等跟那個 弄身旺 因為最近我在專心的爬一下皇室的 杯數 比起我覺得皇室的杯數我最近實在是有點 遇到瓶頸了 可能因為技術把他都掉下來了所以說我打的其實蠻痛苦的 可是我想說想要試練一下自己的實力 所以說其實一直很努力的在爬杯 那爬杯 初期當然是不好爬 因為初期基本上遇到很多困難跟障礙 像那個什麼很多 13等的 我說13等不是等級 等級13等真的沒什麼 就是等級高一點邪厚一點 就是等級高一點傷害 塔的傷害痛一點而已 等級13我可以接受 可是卡等全部13我真的就比較受不了了 畢竟 我自己的卡組平均等級大概都11等而已啦 因為我是練比較雜的人 我最初是玩石頭人起家的 還會犯石頭人其實 在很多場景下靈活度比較低 走來就沒玩石頭人 轉 轉完大皮錘 大皮錘呢 最近其實真的不算什麼美塔卡組啦 他的勝率維持很穩定 但是我現在 比較不那麼適合他的生態 所以後來之後呢其實我大皮錘最近也想說要 轉一下跑道了 那這邊轉什麼跑道呢 最近改人在玩 龍騎士黃毛房墓園 就是俠客推薦那一套 那其實墓園我最早最早是有接觸過的 有一陣子的流行玩那什麼 礦木 礦工扛傷害然後墓園輸出那樣的 這最早很早很早很早之前的一套卡組 好像四年前還多少之前吧有流行過一陣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流行啊反正就是 我比較知道的卡組 他在玩起來覺得那好像不錯玩所以我那時候一直都是玩那一套 可是我發現 好像大家後來都在玩獨木 因為我終於有推根過一陣子 還有大家都開始玩獨木園啊那什麼 旋風木園兵法木園 什麼木園 很多阿里布達的木園 那我自己後來就沒有玩木園了 就轉而全部都去那個 去玩 重推類型的 就是後來接觸的石頭人 那石頭人其實到後來就發現 大背卡組有好處啊就是你只要觀念掌握好基本上你不會有太大的 問題存在 可是我觀念掌握不好呢很容易就是失守這樣子 那因為這集是拍電視樂章的那皇室朋友都不講太多了畢竟講太多我覺得 應該很多人不想 聽這些部分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找個好地方做個結尾吧 好那我們就來 再用一次這個延似拉吧 他就把這個延似拉軟丟掉了這是溫熱軟丟掉了 沒有覺得好有點在空間然後又沒什麼用 還沒什麼BUFF存在 哎呀 我去找他領取一下狩獵之證好了 他們做結緩的幾秒鐘 Oh my God 車跑速好慢 還是上我們的酒碟子吧 乘坐的酒杯往夢裡去總是舒服一點的 狩獵高手 前領取任務 接受任務然後 領取狩獵之證 我看見覺得藥武城感覺好累喔 藥武城好累喔 感覺好累喔 好啦那我們就這個之後再說吧 那我看一下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是咆哮之口然後聖王之墓 藤蔓古城機械要塞擺鳳擺黃塔 基本上我只有看過咆哮跟聖王 那塵蔓跟機械擺黃塔之後就沒看過了 等級算練上去的副本幾乎沒打過 那黑人遺跡呢 西雄破滅船 禁忌神殿 那個查境礦根 這些也都沒有 那當然跟後面什麼哭泣水手 遺忘神廟 燃燒加斯洛史玉島 彩虹鏡 扭曲時空那些基本上 就更不可能有了 好啦那我們就 在大雕像做個結尾吧 來回顧一下我們今天做的什麼 今天呢我們挑戰了最初步的起點 也就是過去的喜瓦島這個副本 那基本上來講這個副本整體來說難易度真的不高了 就照著順序慢慢打路人打的贏的那一種 那 如果你是那種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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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跑過去中間沒輕快的人的話 回來的時候建議走邊邊回來 不然那些果凍兔真的會讓你被圍攻 到 再見 好那麼 我來看看啊 如果你有什麼想要我玩的話其實也都可以講一下 比我最近有在盡量 讓這影片更多元一點 可總是有一些想不到的地方 那這些就要靠大家 不靠大家 就要讓我稍微思考一下說可能拍一些什麼其他題材之類的 比起RPG遊戲的類型會比較單一化一點 主要是什麼 推副本嘛 練功嘛 講一些奇怪的有的沒的 介紹更新啊或是說什麼 研究配招研究接技研究裝備配點研究抗性 之類的 大概就是這一類型的影片類型 所以之後可能會想說拍一些其他比較不一樣的 比較特殊一點比較好玩一點的類型出來 好 廢話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有什麼更好的意見或想法的話 歡迎下方留言告訴我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 再見吧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